歡迎其實鎖定時點不一樣 來看到俄烏戰爭還會繼續打下去嗎 這個答案對於俄羅斯總統普琴來說 是顯然肯定的 因為我們看到最新普琴又有新動作了 他要求俄羅斯的國防部 在秋季來一口氣增兵 是來到了18萬人 這樣一來就等於說 俄羅斯會擁有150萬的常規軍力 這僅次於大陸的200萬 列居在全球的第二位 但問題是這樣一來有用嗎 因為有分析認為說 決定戰局的關鍵還是無人急 空中搜尋地面目標 俄羅斯前線作戰指揮部 遭到烏克蘭部隊损定 俯瞰田野陽起白色焉塵 烏克蘭第28機械化旅 紀錄下空襲瞬間 軍用設備炸到粉碎 當然敵人怎麼可能沒動作 在俄羅斯邊境庫斯克 還手打擊閃光炸線 坦克瞬間變火球 俄羅斯地面出動自走炮大軍 空中武裝直升機KA52M戒備 阻擋烏克蘭在境內的攻勢 還宣稱重奪庫斯克 顯然烏克蘭雙方對誰掌握 庫斯克認知有落差 現在傳出俄羅斯總統普欣已經簽署 總統命令第三度招兵入伍 普京打著遭入侵的亡國感動員秋季爭兵一口氣要增加十八萬人武裝部隊整體編制來到兩百三十八萬常規現役兵人數達到一百五十萬人 僅次中國大陸的兩百萬超越美國印度跡身為全球第二大 但這不是俄羅斯首度大規模擴兵 2022年秋季和去年冬季一共增加超過三十萬名軍人 除去零星小型招兵雇用傭兵 還有放囚犯上正常打仗 這已經是第三次的大型動員令 俄羅斯週末軍事展大秀搶奪來的西方武器和烏克蘭設備 還可以看到最先進的無人機 確實無人機已經成為戰場逆轉關鍵 深夜無人機親門踏戶指導俄羅斯戰略航空基地 烏克蘭又遠端操控攻擊 想透過戰爭力氣改變局勢 遙控第一視角飛行無人機 這款不只體積小成本較低 還能降低人力上的耗損 烏克蘭加開工廠趕工製造 烏克蘭會這麼著急研發科技武器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一次發現西方戰車不管用 這次逆襲俄羅斯庫斯克也沒用上 美制M1艾布蘭漢得志鮑2坦克 因為一上路馬上被鎖定 俄羅斯也面臨相同困境 在烏克蘭東部前線兩方交戰的熱點 波克羅夫斯克得嚴防無人機出沒 但這場執意打了兩年多的戰爭 雙雙軍力都大大耗損 烏克蘭的亞速突擊旅 近期也在宣傳號召兵力對抗外敵 然而前線大兵疲憊不堪 包括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有人坦言 寧可冒著生命危險逃出國 也不願意繼續這場戰爭 甚至自拍影片喊話 即便士兵親口證實戰場慘況 但俄羅斯政府仍舊不斷在網路上大內宣 煽動人民情緒 要延續這場戰爭直到打贏勝仗 TVBS新聞做不到 大陸解放軍研發超過8年 轟20逆宗轟炸機 過去是指紋樓梯響的階段 但最近盛傳開始試飛了 據傳這個作戰的半徑 可以來到5000公里 再配合空中加油的話 就足以威責澳洲 補足了解放軍三位一體核打擊的最後拼圖 只是說要讓美國和印太的盟友頭疼的 可不只這樣了 還有大陸的海警船和菲律賓的南海衝突 這一撞撞到國家級的顏面 上個月底菲律賓的海巡船 馬格巴努亞號在南海先兵暗殺 遭遇大陸的海警船5205號 飛方由影片為證指控中方蓄意衝撞 同樣一件事換成中方的視角 就變成菲律賓擋路才被迎面撞上 中飛互控各說各話 不過菲律賓馬格巴努亞號 確實被撞破了一個大洞 他們這趟沪海四個多月 旅旅跟大陸海警爆發衝突 不過大陸阻止運捕很有效 馬格巴努亞號斷糧 決定撤回本土 菲律賓說絕對不是放棄主權 包括仙兵礁在內的南沙群島 是中國固有領土 中方依法在相關海域開展維權執法行動 合理合法專業規範 北京罵歸罵但也算克制了 畢竟菲律賓跟美國有共同防禦條約 其實不只是美國 同屬AUKUS印太戰略聯盟的 英國跟澳洲也嚴正關切南海局勢 不過現在要擔心的是解放軍 快要配備能讓AUKUS忌憚的武器 這架外型酷似美國B1隱形轟炸機的 就是解放軍最新的戰略轟炸機 轟-20 過去只有概念的想像圖 近來坊間就盛傳已經展開是非了 渴望能補上解放軍核打擊 三位一體的最後一塊拼圖 作為轟炸機來說 它就應該是具備核打擊能力的 啥叫三位一體 就是潛艇上能發射 陸基能夠發射洲基彈道導彈 而且轟炸機呢 能夠發射 剛好現在美中都在全力衝刺 新世代的隱形轟炸機 美軍的B-21突襲者 根據B-1跟B-2的基礎上研發 也是近年來才開始試飛 外傳解放軍的轟-20 比美軍的B-21 最大續航力還多 5000多公里 轟-20的作戰半徑5000公里 配合空中加油 足以微折澳洲 而B-21則是必須部署在第一 或是第二島鏈 才能夠微折到大陸 兩者的雷達截面積聚船 都只有一平方公尺 甚至是0.1平方公尺以下 比一隻鳥還小 但是實際的逆踪效果 不能端看外型 還是得看熱排放 跟塗層材料的效果 空中軍備競賽 俄羅斯也不願意落後 全力開發名為PAKDA的 遠程戰略轟炸機 由美國專家甚至研判 整體的完成度 還超前轟-20 前線戰略轟炸機 是一個技術概念 並沒有像美國一樣 有約定的時間點 而且有現成的裝備可以使用 不過莫斯科跟北京 還是合作大於競爭 中俄海洋2024聯合軍演 週一就在日本海 進行實彈演練 畢竟在制衡西方這件事上 還是共享戰略利益 推薦這麼到